自農曆新年第五波疫情以來 單日確診人數乘幾何級上升 死亡人數超過4000人 香港疫情進入兩年來最嚴峻的時刻 幸好得到中央及時援助 香港才得以應付疫情壓力 阻止社區陷入危機之中 過百位內地新冠疫情專家 醫療隊員到港 走訪醫院隔離設施和檢測中心 和香港專家就診斷及治療深入交流 香港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 簽了全國人民的心 中央高度重視 要求全國上下 全力以赴 支持香港政府的 抗議工作 中央援建多個方艙醫院 不分就夜 急速趕工 短時間內為香港提供大量隔離床位 是短短的七天 你們為香港創造了一個奇蹟 為我們的抗疫工作 注入了一支強心針 亦都為我們展示了中國的能力 蔬菜肉類 醫療物資等 源源不絕地經水陸兩路攻港 應付港人日常所需 今天我們一起見證貨車 運貨來香港 是標示著中央在援港 抗疫的力度 是全面的 亦都是 力度很大 速度很快 所以 我在這裡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和市民 對於中央今次援港的全面性 是表示衷心的感謝 生命至上 人民至上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我們生命 中央遠港 同心抗疫 中央遠港 同心抗疫 香港加油